2022年的世锦赛即将到来 根据我观看赛程 发现这一次的赛程对台湾选手还是非常有利哦 尤其是台湾一哥周天成 在此前他最好的成绩就是八强 但是这一次他非常有机会记录四强 因为他在八强的潜在对手是印尼的乔拉坦 而小天的技术又是几乎连压对方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年的全一赛 看看小天是如何打爆乔拉坦的 第一局的比赛上来周天成就展示了自己的技术 小天又是一个高质量的戳网 然后去压直线 这球乔拉坦还在笔划出去的意思吗 乔拉坦上来这状态确实是有点差呀 你看各种失误 小天又是一个戳往后的挑杀 这个打得也太轻松了吧 乔拉坦的地方都是因为周天成的回球插网了 自己要去插网还是技术插了一点点哈 这时候居然还敢发高球 在对方状态好的时候 后场球是千万不能乱发的 周天成并不是绝货的进攻 基本上都是压制乔拉坦的存在 那就更别说其他的技术了 两轮真是互送失误啊 上来连过两个对焦 这个厉害呀 7 of the last 10 points 小天还是明显技术更好 他不管乔拉坦怎么去变化 他就坚持自己的打法 你看又是在往前做文章 不管你什么打法 我就是放网 虽然乔拉坦上来攻了两个对角 但是整体来看 这个往前球和小天比还是差了一个档次 乔拉坦有些失误确实是莫名其妙 这球仍然已经走过来了 结果球还是差这么多 这是心态扑了呀 给我扑杀这球都不至于弯成这样 其实乔拉坦的心态 A则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 全部都是失误了小天20比9拿到绝点 最后又是一个跳叉 最后又是一个跳叉 周天城直接拿下第一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乔拉坦至少开局 是稳住了 两人来到8比8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特决 刚说完就又是一个手 他的打法就是要求太高了 哥哥去玩极限 但是技术又没有那么的好 你像小天一样 就是中规中矩稳着稳着稳着 至少失误没有那么多吧 但是他现在看起来很好的姿势 在这边移动 很快 放往后的披杀对角乔拉坦 还想冲往过来自己的失误 小天又是网口的优势 直接抢到了一拍 乔拉坦不完极限 确实控球不行 这个球是判断出现的失误 小天就是法王 你敢给我后场 我就敢杀 你跟我控往前 我也不虚 有什么样的 小天后面真的杀疯了,他也想早点结束比赛,毕竟对方比他年轻多了 再杀一个追身,乔拉坦往前控不住,底线给的也不大会 最后抽真诚还顺暴力批杀,拿下比赛 从这种比赛我们可以看出,两人输赢不是说那种因为我状态差,而是两人的技术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果事情再相遇,除非小天状态非常差,不让我觉得赢球真的很稳,看来这次小天夺牌真的稳了